請深翰來短補充一下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綠營有在自我檢討 並且趕快進行了人事上面的第一波的這個佈局 那現在立法院的狀況就是老柯跟黃國昌 看起來他們兩個人死對頭 然後黃國昌就一直說 喬王的時代結束了 說你反正就喬王 你的時代根本就已經就應該把你收起來 國民黨也瞧不起他 傅君奇說柯建民常備有修理 老柯到底在立法院的這個重要性有多大 其實說實話 現在在立法院裡面 其實很多人說 這個民進黨什麼黨意大於民意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對於 我們其實在立法院的運作一個很大的誤解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通常我們其實民進黨在做很多的決策的時候 其實都是 當然一定是團進團出 就是出去就是一個決定一個行動 可是重點是在前端決定前的時候相關的協商 把所有的意見納進來 然後去做統籌 去做會整 去做集結 這個工作其實就是老柯做的工作 現在所謂喬王 當然喬王是一個標籤 可是某個部分 如果你用另外一個詞 協商的話 你就會知道這個協商的過程是民主在運作的時候 非常非常必要的東西 但你好像換一個詞 喬就好像變成是好像有一種私相授受的這種感覺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一個黨團要有戰力 其實很簡單 就是所有的人必須要團結 可是在團結之前 你必須匯計所有的聲音 匯計所有的意見 把不同的觀點都匯整起來 這其實是一個黨團運作的關鍵 我認為其實這這麼多年下來 柯建民之所以可以在民進黨的黨團裡面扮演這個角色的位置 一個很簡單 坦白說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柯建民委員是真的不太有私心 他很少為了自己去喬什麼事情 通常是為了需要哪些人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需要反應什麼東西 他去處理 去溝通 去協商 但他很少為了自己去喬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為什麼其實基本上 在民進黨黨團裡面有這麼多的猛將 有這麼多這個出色的人選 但為什麼柯建民總召還是能夠辦一定位置 我覺得非常非常關鍵的地方 所以倒要說是什麼喬王這個時代結束了 我覺得這都是各種政治上面的語言 那今天黃國昌會這樣講我覺得也不意外 但我看到這幾天這個柯總召嗆 黃國昌跟嗆民眾黨也嗆得很兇 直接就說沒用的巴西 我今天早上還問柯總召說 喔幹 喔你這個 他脫口而出了一個 我說喔你講話這麼猛 我還問柯總召 我大概知道總召的意思 其實總召不斷的會想要為民進黨在各種方式 我覺得要畫下一個底線 這個底線是我們可以談 我們可以協商 但有些事情我們不會讓 這個不會讓的底線畫在前面 我覺得這部分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難道協商的時代結束了嗎 難道我們這個民主化以後 包括國會的改選以後 難道以後我們國會不用協商了嗎 難道以後國會 全部都只是比舉手的人數嗎 那你們巴西還真的沒用 對那你小黨才真的沒用 其實在國會裡面對小黨最大的保障 就是一個協商的制度 對嘛 所以一個小黨還要去批評協商的制度 其實這是讓外界真的是看不懂的地方 以後就不要找他們了 既然你在那邊東降西降 不要喬就不找你 再見 拜拜